台電人員和警方來到貨櫃屋 發現這裡頭藏有挖礦機房 無形男子設置的秘密基地 還有這 有遠端關機的現象 我們現在認為你有滅證的嫌疑 所以我們進行搜索 警方都還沒進入套房 男子就急著說自己沒開機 原來他也把自家套房改裝成為挖礦機房 實在太耗電 男子把歪腦筋動到電表上 專業的台電人員來機器一側 揪出了電表轉速不正常 事情會曝光是刑事警察大隊 在今年二月接獲台電舉報 台中厚里一處廠房和住宅 有電表流量異常情況 懷疑遭人竊電 而警方現場偵查後展開行動 發現無形男子偷電經營挖礦事業 去年十月開始半年來竊電七十八萬多度 他是司機那個電線 繞過那個電費的計量 造成那個電表沒有辦法計算那個電費 目前初估他的金額是一百三十萬左右 警方現場查扣八卡挖礦機二十三台 而算一算無形男子挖礦賺了一百三十多萬 不過竊電被抓包 被台電追償電費五百一十三萬 現在還要面臨刑責得不償失 華視新聞 宋文俊 秋千雄 高雄報導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六十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嶄新視野 男子網站 here 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